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 占总死亡88.5% 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死亡的比例为80.7% 防控工作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面对当前仍然严峻的慢性病防控形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将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 纳入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纲要 将合理膳食和重大慢病防治 纳入了健康中国行动 慢性病以后它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它主要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密切的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说以后 做过统计报告以后 是以后60%的慢性病的发生 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在我们国家 不健康生活方式以后 是普遍存在 具体怎么办 我们想这以后 应该以后就像刚才李主任讲的 要从早预防 早发现 早治疗 你慢性病以后 确实以后 是以后可防 可控可治的 但是必须早防 早控早治 怎么早预防呢 首先我们要具备这样的知识和技能 因为我们每个人以后 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但是你要担负这个责任 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嗨 爱家人 爱健康 欢迎来到家庭健康管理威客 今天我们聊聊未来吧 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 你们设想过自己的老年生活吗 我想过 我想买一辆全功能的房车 和老公一起去沙漠里 看最美的夜空 去海边漫步沙滩 再去爬一次黄山 看一次日出 慢慢悠悠到处旅游 如果哪天走累了 就回家休整 在家里煲汤 追剧 写写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一半日子在路上看风景 一半日子在家享受人间烟火 如果再老一些 就责一处小院 二 夏天听雨 冬天看雪 腰上三五好友 一起品酒 喝茶 话人声 我家大闺女 偶尔带着她的一家子 来热闹一番 我和老伴就做好一种美食 拥有自己的生活 也能共享天伦 可是直到我前几天 看到一则新闻 一个阿兹海默症的奶奶 记忆被困在三岁 我开始做自我代入 她会害怕 会慌吗 在她的世界里 时间是漂浮的 三岁的她对外界充满畏惧和无助 她想要一个安心的依靠 却抓不住 如果我突然变成了这样 我梦想中的老年生活 还能实现吗 我的老公 我的儿女 会被迫背负上怎样的生活呢 这也让我想起了 免疫学家 麦尔伦温特兹医生提到的 活得太短 死得太长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在糟糕的健康状态下 活得长 但生命质量极其低下 生活不能自理 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死 2019年7月29日 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新闻发布会公布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 健康预期寿命 仅68.7岁 也就是说 我国居民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 带病生存 同时有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数据 2016年 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 抽样调查成果显示 超过1.8亿老年人 患有慢性病 失能 部分失能老年人 约4000万 所谓失能啊 觉得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这种死得太长 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状态呢 我们从小背着他课文长大的作者巴金 生命最后的六年时光 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这六年里 他以愿为家 整天躺在床上 默默承受着 语不能言的悲哀 因为气管切开 和帕金森士病的折磨 他不能自己进食 而是靠通过鼻子插入胃管 食物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一至两个月 就得换一次 长长的管子 从鼻子里直通到位 每次换管子时 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 嘴盒不拢 巴金下巴脱了臼 最后只好把气管切开 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不止一次地说 这样的长寿 是对我的折磨 我想 最体面的老年生活 就是身体健康硬朗 一切能自理 记忆清晰 吃去健康的老人 可怜就在于 或许脑子还清醒 但身体 却不能很好控制 做出一些 自己觉得丢脸的事 却无能为力 只能祈求儿孙们 不要笑话 我想 我想如果有一天 我吃饭哆嗦 口齿不清 记忆模糊 大小便失禁 再有钱 也不是我想要的体面 体面 是老年人可贵的形容词 健康 则为你的体面兜底 对子女来说 家里有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那就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前几年 我在大学同学 一个独生女 父亲得了脑溢血 在老家住院 母亲诊断出肿瘤 她只能从单位离职 丈夫留在北京 照顾儿子 自己先安排好 母亲的治疗方案 再飞回老家 照顾父亲 所以晚年 要是躺在病床上活着 甚至要牺牲掉 两三代人的幸福 有人说 那我在不能自理前 早点治疗 把病治好了 可是你知道吗 正如人民日报所说 慢性病是全球医学难题 美国医药科技那么发达 却有近一半的人口 患有慢性病 全美医疗之初的85% 花在了慢性病病人身上 慢性病是怎么产生的呢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报告 60%的慢性病的发生 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所以慢病也叫生活方式病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解释说 膳食里用盐用油过高 在外就餐次数增加 吸烟饮酒率高 身体活动不足 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普遍存在 是我国慢性病预防工作 面临的巨大挑战 简而言之 就是饮食不健康 缺乏运动 可是有人说 生老病死是几十年后 才考虑的事情 我就要过熬夜追剧 喝酒撸串的生活 吃喜欢的东西 过短命的人生 早睡早起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样的日子 活到九十九也不要 我老公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一开始我跟他说了两点 第一 你这样做天做地啊 别说九十九 能活到健康中国二零三零的目标 平均寿命七十九 就烧了高香 第二 这个七十九岁 你是站着活到的 还是躺着活到的 你好好想想吧 他一开始啊 嗤之以鼻 我不要人生的长度 只要人生的宽度 我说 这就是毒鸡汤 听上去很然 如果李赫能活到五十八岁 王伯能活到六十一岁 就没李白和杜甫什么事了 他见受不过我 脖子一梗又问 别人抽烟喝酒都能活到九十九 我咋不行呢 我跟他打了个比方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 身体质量分数就不同 就像智商一样 人家天赋一柄三百分 使劲耗到九十九岁 都还有九十分 你可能生下来就一百二十分 这种情况就得节约着用 不要把小概率的 偶发事件当常态 他继续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看起来病殃殃 不怎么保养的人 活得还特别久呢 我说 你怎么知道 别人没好好养生呢 如果把我们的健康 看作一个账户 人家起始资金少的人 就更注意养护了 少作少损耗 能不停往账户里续费 花的就长久 只不过你没看见而已 那些仗着底子好 却不爱惜身体的人 坐吃山空 健康账户不知不觉 就被清空了 这个清空的过程 就是慢性病 癌细胞 渐渐把健康吞食掉的过程 也就是患上 生活方式癌的过程 当时反正 我老公没听进去 后来在他的花式作妖之下 健康果然亮起了红灯 一天半夜 突然肚子疼得睡不着 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滴 去医院诊断出 是急性胆囊炎 医生说啊 这个病的诱因很多 比如不吃早餐 长期高脂肪饮食等 这个病如果不改善生活习惯 还可能需要做手术 他最怕去医院动刀子了 后来 在我这个家庭健康管理员的精心照料下 开始规律健康饮食 定期体检 很多指标也正常了 他这才悄悄跟我认输 咱们中年人啊 既要快逸人生 也要细致保命啊 不仅仅是各种慢性病啊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萌表示 超过40%的癌症病例和死亡 也可以归因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的确会促进癌细胞生长 比如众所周知 吸烟引起肺癌 而咽的好朋友酒和肝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过多的酒精令肝受到伤害 如果得不到好的调理 就会发生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 中国还是食管癌的高发国家 怎么得的呢 很多人爱吃火锅 串串这种滚烫的食物 高温对食管粘膜造成灼伤 继而引发炎症 再诱发细胞癌变 现在的年轻人爱吃外卖 重油重盐 无辣不欢 而水果蔬菜吃得少 膳食纤维摄入不足 这是胃癌肠癌的诱发机制 这些都是生活方式癌 要想预防生活方式癌 说起来也简单 英国癌症杂志曾刊发了一组数据 指出英国每年有37.7%的癌症病例 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 朱猛教授的研究结果是 若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男性的标准化五年癌症发病率 从7.23%降低到5.51% 女性则从5.77%降低到3.69% 可见 生活方式病 生活方式癌 都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 你想在病床上躺着掉命到79岁 还是站着活到79岁 选择生活方式就是选择死亡方式 所以从现在开始重视生活方式吧 比如按照威建委的建议 把三减三件 减盐 减油 减糖 健康口腔 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 变成全家的日常 学会营养 吃的营养 从根本上杜绝病从口入 用营养打败慢病 家人们 世界是你的 也是我的 但归根结底 属于那些身体好的 活得久的 时间才是背后的大佬 再有钱 再有财的人 最后拼的还是命 不是命运 是生命 和生命的体面